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日本私德学员的工作人员,我叫做丽岩 那么非常感谢呢,我们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邀请 那么能让我来到这里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私德学员的一些介绍 以及关于现在的一些留学以及升学现状的一些介绍 那么先简单的介绍大家介绍一下我 那么我的名字呢,叫丽岩 我的姓稍微比较少见一些,我的姓是厉害的厉 严呢,是三个伙的严,大家喊我力严就可以 那么我也是呢,可能跟大家一样 在十一年前,那么也是作为曾经的一名留学生呢 那么来到日本留学,那么首先呢,我是在日本读了语言学校 那么像可能在看我这个视频的大多数的同学 可能已经要准备跨上来前往日本留学 又或者说现在正在选择日语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自己呢,也是通过语言学校 那么来到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 那么我是在07年的10月份来到日本 那么07年10月份来到日本之后呢 经过了语言学校一年半的学习 那么在一年半语言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因为语言学校的话呢,它只提供日语方面的教学 在其他一些综合科目,以及英语,以及校内考的对色方面呢 并没有给我提供十分充足的这种补习 那么很遗憾呢,我没有考到过理想的大学 那么因为我当时来日本的目标呢,就是十分的明确 我一定要在日本考上一所所谓的名牌大学 那么怎么办呢,当时我在语言学校毕业之后呢 又不想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又不想被遣送回国,那怎么办呢 又去了一家叫做日本医疗健康学校的专门学校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应该可以明白 这家学校呢,其实只是为了延长我留在日本签证 那么我在接下来的在这家专门学校的一年时间呢 由于我之前在语言学校的学习 已经让我的日语能力达到了大学的入室要求 那么在专门学校这一年期间呢 我通过自己的学习,把专门科目、校内考以及英语 这三方面呢,也达到了其他大学的入室水平 那最终呢,我合格了中央大学以及明治大学、两所大学 那么后来呢,因为中央大学给了我全额的奖学金 并且帮我申请到了文部省每个月四万八的奖学金 所以说呢,我选择了中央大学的经济学部 开始了我自己的在日本的大学生活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 我在大三的时候呢,参加了日本的就职活动 那么在提前一年呢,拿到了一家上市的做房地产 开发公司的内定 那么开始了我在日本工作的生涯 那么在之后的一年之后呢,由于非常的机缘巧合 那么我进入到了现在所在工作的私德学员这家公司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的个人介绍 那么大家看完这一段我自己的自我介绍呢 可能你们接下来来到日本通过语言学校的留学的这种途径呢 弯路我也已经替大家走过了 那么好的路呢,我相信我也替大家走过了 那么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来规划一下自己的留学生活 那么话归正观,话归正传 那么我呢,目前在日本做什么呢 向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我是来自于日本一家叫做私德学员 这样的一个升学署的培训机构 那么这家署,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同学 就像我当初在办理留学的时候都会这样想 来日本留学,来日本考大学 难道语言学校不够吗 为什么还要另外再报名升学补习班呢 其实我跟大家在十年之前留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疑问 我也很不理解 为什么说来日本考大学只靠语言学校 为什么就不行呢 那么来到语言学校之后才发现 因为一方面由于留学人数的意识在不断增长 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很多已经前往日本留学了呢 那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日本大学 那么每年的招生名额是固定的 相反的,来参加入试的同学 这个人数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高速的增长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日本大学的入市要求 一直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 像我来日本的时候 我有一个老大哥 那个大哥哥哥他是比我早来日本五年 他跟我讲 那个时候在日本考私立大学 甚至比如说考早稻田大学 考庆英大学 只需要日语 就是完全可以的 那么现在你来的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做日本留学生考试 这样一个考试 那么回回手看一看 这十年之后呢 十年之内呢 日本的这种升学考试方式呢 一直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那么现在大多数的私立大学 以及国公立大学 除了要求我们提交日本留学生考试成绩之外呢 还需要我们额外的参加各个大学的校内考试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校内考试之外呢 各个大学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些名门大学 在英语成绩上也对我们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要求 那所以说在这种综合复杂的环境下呢 单纯只靠语言学校的教学 很难满足广大考生 在日本想要圆自己一个名校的这样一个梦想 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 比如像思德学院 以及很多很多的升学补习班 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我们的日本 出现在日本 那这种事情呢 思德呢 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升学补习班 是面向各位即将来日本 有志愿于考取日本的大学 大学院 以及美术类相关学院的同学呢 提供语言学习之外的应试辅导这样一家机构 那么说到思德学院 大家可能 哎这个学校我一点都没有听过 哎这个学校好像我在网上找找到的信息也非常少 那么思德学院呢 它其实是属于一家叫做阿比塔斯的教育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 那么阿比塔斯呢 它是主要做美国注册快递师培训的这样一家教育集团 那么在他这个教育集团呢 在全亚洲的美国注快占有率呢 是亚洲第一的 那么在他的旗下 除了有思德学院这样一个升学补习书之外呢 我们还自己 运营着自己的一家叫做东京中央日本语学院的语言学校 那么思德学院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主要是想 接下来前往日本 参加日本入室 想在日本考取自己的大学 大学院以及美术相关专业的同学 提供额外辅导的这样一家进学补习机构 那么说到思德学院 它和其他家补习机构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呢 第一个 它是全日本唯一一家由日本的教育集团出资建立的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补习班 那么并不是说日本人出资建立就怎么好 那作为我一个在一线员工工作的人员来讲呢 那么公司上面对我们一线员工的要求 以及我们对学生的服务上面 在细节上 我觉得个人觉得 在业界里面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那么第二个呢 思德学院目前来讲的话呢 所有的课程是不以盈利为目标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我们有自己旗下运营的语言学校 那么以及我们总公司有自己的这种 美国注册会计师的课程 它已经有确保了很多的这种收益源 那么作为思德项目 刚开始的这几年呢 它只是为了面向广大留学生提供优质的升学服务 希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考出量好的升学实际 来为我们以后的招生推广打下基础 所以说呢 思德的学费在业界里面 应该是属于非常非常 经济跟比较便 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的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学费之外 我们也是在日本的升学书里面 唯一一家设置着 大量升学奖学金的升学补习班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大家考上了东京大学 那么在你合格之后 我们在你拿到合格通知书的时候呢 会以现金的形式 直接为你发放十万日元的奖学金 那么不光是东京大学 除了东京大学之外的一些国立名校 私立名校 学校都会为大家准备相应的丰富的奖学金 那么第三个呢 是学校的硬件设施 那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下我们学校的照片 学校目前有两个校区 第一个校区位于东京都中心的新宿车站 步行五分钟的地方 那地方离车站非常方便 可以方便于在各个位置的语言学校同学前来学习 并且那个新宿校区有着专有的自习室 那么大家平时语言学校不上课的时间 也是可以来学校来进行学习的 那么除了新宿校区之外呢 我们在新宿旁边的信隆丁校区 也有着面积高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专用教学校区 以及专用的美术教室 有兴趣的同学呢 欢迎你们来到日本之后来我们学校参观见学 以上呢就是简单的一些私德学员的简单介绍 那么有对私德学员有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详细的通过我们的木子留学的老师 或者是联系到我 欢迎你们向我提出更详细的咨询